影响了经济 在中世纪 整个生产流程由工会操纵 个别工匠或客户 很少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品类 什么是好椅子 由木匠工会决定 什么是好面包 由面包师工会定义 哪些歌曲算是高尚 哪些又是垃圾 由民歌手工会判断 与此同时呢 王公会族与市议会控制了工资和商品价格 偶尔也会逼迫民众 购买特定商品 价格与数量都不由民众决定 在现代自由市场中 这些工会议会和王公会族 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 顾客的自由意志 假设丰田想制造一款完美的汽车 可能会成立一个包含各领域专家的委员会 找来最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 集合最好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甚至在聘请几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顾问 为了万无一失 再加上一两个诺贝尔奖得主 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以及全球知名的艺术家 经过五年研究开发 他们终于推出了一款完美的汽车 生产了几百万辆 运到世界各地的汽车经销商手中 然而这款车却一台都没卖出去 这是否代表着顾客犯的错 有眼无珠 在自由市场上 顾客永远是对的 如果顾客不想要 就代表这款车不好 就算所有大学教授和所有神人员都高声疾呼 这是一辆很棒的车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顾客不要 就是烂车 没有人有权说顾客错了 哪国政府也不会斗胆强迫公民违背意愿 一定得买某辆车 汽车的这种情形 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产品 例如让我们听听瑞典 乌布萨拉大学的利弗安德森教授怎么说 他的专场是农场动物的基因改良 让猪长得更快 牛奶产的更多 鸡肉量更大 他在接受国土报的访问时 记者内米奥达罗姆询问 这样的基因操作是否会给动物造成许多痛苦 这些加强版的奶牛乳房太大 几乎无法走路 而升级版的鸡也是肉量过多 几乎都要站不起来了 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坚定 一切都要回到个体消费者 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肉品支付多少价格的问题 我们必须记住 如果没有加强版现代鸡 就不可能维持现代全球肉品消耗量 如果客户只问什么肉最便宜 这就是我们给的答案 客户需要决定自己最看重什么 看看究竟是价钱还是其他因素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寝时并不会良心不安 只要顾客愿意购买这些加强版动物的各种产品 就代表他已经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和欲望 也就代表他做得再正确不过 同样如果有某个跨国企业想判断自己是否还符合不作恶的座右铭 判断标准就在于财务报表 如果现在看来财员滚滚 代表有几百万人都爱他的产品 也就代表这是一股善的力量 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 说民众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 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 顾客永远是对的 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 如果有几百万人都是通过自由选择 购买了公司的产品 你凭什么说他们错了呢 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 在中世纪 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于外部 因此教育的重点就在于顺从 背诵经文 研读古老传统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 学生就得背出亚里士多德 所罗门王或托马斯阿奎纳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要教导学生自己思考 能知道亚里士多德 索罗门王和阿奎纳对政治 艺术和经济有何看法是很不错 但因为意义和权威的本源 在于我们的内心 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不管是在幼儿园 中小学还是大学 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问他想教的是什么 他可能就会回答 这个嘛 我教的科目呢 是历史 或者是量子物理或艺术 但最重要的是 我想教学生如何思考 虽然不见得总会成功 但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 随着意义和权威的源头 从天上转移到人类的内心 整个宇宙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了 对于外在世界 原本的印象充满了各种神 谬思 精灵 识识鬼 但现在就是一片空无的空间 对于内心世界 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种原始激情的一块空地 但现在忽然变得如此有深度 广度 且难以度量 对于天使和魔鬼的概念 已经从漫游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实体 转换为人类心灵中的内部力量 天堂和地狱 也不再是云层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实际地点 而是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 只要你心中燃起愤怒和仇恨的火焰 就是经历地狱的苦痛 只要你原谅敌人 忏悔错误 与穷人分享财富 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少在西方 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 有人接受 有人不接受 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在中世纪 如果没有上帝 就没有了政治 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 无法判断 证悟 好坏 没仇 这还了得 但相较之下 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 确实再容易不过了 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 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 仍然能够从内在的体验 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 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 是因为我选择相信 如果内心叫我信上帝 我就信 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 我的心告诉我 他就在那里 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呢 如果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 我也就不再相信 不管是哪一种 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们自己的感觉 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 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正如所有其他权威来源 感受也有其缺点 人文主义假设每个人 都有一个真正的内在自我 但是当我们去扣门的时候 却常常没有响应 或是众生喧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文主义又宣称有一个新的权威来源 同时还提出配套的新方法 告知大家如何使用这种权威 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 获得知识的主要公式是 知识等于经文乘以逻辑 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答案 他们会阅读相关经文 并用逻辑来理解经文的确切含义 未来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作品 用学术态度探讨科幻学中的世界 何时到处 有声书 由中信书院出品 洛新博家 举例来说吧 学者如果想知道地球是什么形状的 就会快速扫过圣经的内容 寻找相关参考技术 有人就会指出 约伯纪38章第13段提到 上帝叫这光普照地的四集 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 于是学者就会用逻辑推断 因为这个世界有四集 一定就是个平坦的正方形 但另一位贤者不接受这种诠释 要大家看看 以赛亚书40段第二十二行 里面提到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那这岂不是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吗 在实践中 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学者 会花费多年时间泡在学校和读书馆里 读着越来越多的经文文本 不断锻炼自己的逻辑 让自己能够真正了解文本的意义 科学革命的知识公式则非常不同 知识等于实证数据乘以数学 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答案 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相关的实证数据 再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 举例来说 要测量地球真正的形状 可以先从在世界各地观察太阳 月亮和行星开始 等到累积了足够的观测值 只要运用三角学 不仅能够推断地球的形状 就连整个太阳系的结构也能够推置 在实践中 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科学家 花费多年时间泡在观测站 实验室和研究考察里 收集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 不断锻炼自己的数学工具 让自己能够正确解读数据的意义 这个知识的科学公式 让我们在天文学 管理学 医学等学科取得惊人突破 但它有一个重大缺点 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中世纪学者可以完全肯定 谋杀和偷窃是错的 也知道人类生活的目的 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指示 因为经文里就是这么说的 但科学家无法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 不管有多少数据 数学功力多强 都不可能证明谋杀是错的 然而人类社会 如果缺了这种价值判断 就无法维系 要克服这个困难 方法之一 是在新的科学公式之外 继续应用旧的中世纪公式 如果碰上实际问题 比如说确定地球的形状 搭桥或治病 就收集实证资料 做数学分析 如果碰上伦理问题 比如能不能允许离婚 堕胎和同性恋 就转向经文求助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到21世纪的伊朗 许多现代社会 都采用这种解决方案 但人文主义还提供了 另一种选择 等到人类对自己 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 一个获取伦理知识的 新公式出现了 也就是知识等于体验 乘以敏感性 如果想知道 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 我们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 并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们 在实践中 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方法 要靠多年的体验和累积 并锻炼敏感性 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体验 体验究竟是什么 体验并不是实证数据 也不是由原子电磁波蛋白质 或数字来组成的 体验是一种主观想象 它有三个主要成分 知觉 情绪 及想法 在任何时刻 我们的体验都包括了 我的一切感知 比如说热 愉悦和紧张等等 我感觉到情绪 比如爱 恐惧 愤怒等等 以及一切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么呢 敏感性包括两方面 第一 注意到自己的知觉 情绪和想法 第二 允许这些知觉 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 当然 并不是略有风吹草动 就反应激烈 重点是要对新的体验 持开放态度 允许新的体验 改变自己的观点 行为 甚至个性 体验和敏感性 会形成一个 彼此加强的误陷循环 没有敏感性 就无法体验任何事物 没有体验各种事物 就无法培养敏感性 敏感性 并不是能够靠读书 或听演讲 培养起来的抽象能力 而是一个实践技巧 必须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让我们以喝茶为例 最早呢 我是在早上读报的时候 喝加了许多糖 质量最普通的那种茶 那时候喝茶只是个借口 主要是想享受糖分 带来的快感 直到某天我才发现 自己看了报纸 摄取了糖分 但几乎不算真的喝了茶 于是呢 我把糖量减少 把报纸放在一边 闭上眼睛 专心喝茶 我开始感受到茶独特的香气和风味 很快 我开始想试试不同的茶 有红茶 绿茶 比较着各种茶 高雅的口感 微妙的香味 不过短短几个月 我就无法再满足于超市品牌 而是到高档的哈罗德百货买茶了 我又开始特别喜欢一种熊猫茶 产自四川亚安山区 是一种以大熊猫粪便为肥料种植的茶叶 就是这样 我一杯一杯的喝着茶 磨练着对茶的敏感性 学会了品茶 如果在我喝茶的早期 就拿了明代的慈杯来品味熊猫茶 可能并不会感觉 与纸杯泡茶包有太大差别 没有必要的敏感性 就无法体验到某些事物 没有长期的体验 就无法培养敏感性 关于茶的这一套 也可以应用到 所有其他美学和伦理知识中 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带着良知 在人生旅程上 害人者人横害之 净人者人横净之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件事 道德的敏感性就会变得敏锐 这些体验就能够提供 有价值的道德知识 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对的 以及自己是怎样的人 因此 人文主义认为 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 靠着经验 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 人文主义的最高目标 就是通过各种智力情绪 以及身体体验 充分发展人的知识的 十九世纪初 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 威廉冯洪宝曾经说过 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 提炼出智慧 他还写道 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 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 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的座右铭 根据中国哲学 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 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 但对于由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 创造到现代世界来说 却的确如此 每股科学的羊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 反之亦然 羊给了我们力量 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 现代性的羊和阴就是理性和情绪 实验室和博物馆 生产线和超市 人们常常只看到羊的一面 认为现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学 逻辑和实用主义 像是实验市货工厂 然而 现代世界其实同时也是个奢华的超市 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 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 欲望和体验 人文主义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 于是这个神话便为从旅游到艺术 等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旅行室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 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 而是新的体验 同样 现代之前的叙事多半强调外部事件和行动 但到了现代的小说电影和诗 常常强调的就是感受与感觉 希腊罗马史诗或中世纪的奇事文学 记录的都是英勇行为 而不是种种感受 这一章讲的可能是某个勇敢的骑士 如何挑战可怕的食人魔 最后杀了食人魔 另一章又讲了骑士 如何从喷火恶龙中救出美丽的公主 最后杀了那条龙 再一章讲的是邪恶的巫师 抓走了公主 但骑士追了上去 最后杀了巫师 毫无疑问 这里的英雄一定是个骑士 而不会是牧将或农民 因为农民不会有英雄的行为 重点是这里的英雄 也不会有什么内心的重大变化过程 无论是阿卡利欧斯 亚瑟王 罗兰 还是兰斯洛 都早在踏上争夺之前 就已经是无谓的战士了 拥有骑士的世界观 到了最后呢 他们仍然是无谓的战士 世界观也仍然为止不变 他们杀了这么多的食人魔 救出这么多的公主 人们肯定了他们的勇气和建议 他们却不见得真的学到什么 到了人文主义 重点放在感受和体验 而非各种行为 于是艺术也因此改变 在沃兹沃兹 托斯托耶夫斯基 狄更斯和佐拉的笔下 讲的不是什么英勇的骑士或骑兵 而是刻画一般劳工和家庭主妇内心的感受 有些人认为讲到现在关注内心生命 而非外在行为 乔伊斯的尤里希斯正是巅峰之作 以洋洋洒洒26万字 乔伊斯描述了两位都柏林人 斯蒂芬 德迪勒斯和利奥波德布鲁姆的一天 他们在那一天里所做的就是 几乎什么都没做 很少有人真能把尤里希斯完整读完 但这种焦点转移 现在也同样成了多数大众文化的基础 在美国 电视节目幸存者常常获赞或遭吃 掀起的真人秀的狂热 幸存者是史上第一部登上尼尔森收拾排行榜首的真人秀节目 2007年的时代杂志也将它列入史上百大电视节目 在美极节目中 20位参赛者穿着不能再小的泳装 身处某个热带小岛上 前方有各种挑战等着他们 而在美极最后都会投票让其中一人离开 最后剩下的就能拿走100万美元 如果有观众来自河马时代的希腊 罗马帝国或中世纪欧洲 会发现这个概念十分熟悉且有吸引力 有20位挑战者走了进来 但最后只有一位英雄能走出去 太好了 古希腊古罗马的王公贵族或中世纪的骑士 就会一边这么想一边坐下来看看 接下来一定是精彩万分的冒险举动 生死攸关的战斗场面 以及英雄与背叛的势不两立 这些战士可能会在背后刺人一刀 或是把彼此内脏都给掏出来 他们可要失望了 这里的背后刺人一刀只是个比喻 节目每集大约一小时 而牙膏洗发水和卖票的广告就占了15分钟 另外还有五分钟左右是用来处理幼稚的不可思议的挑战 比如谁能把最多的椰子扔进篮筐 或者谁能在一分钟之内吃下最多的虫子 其他时间 这些英雄只是不断的谈着自己有什么感受 他说这他说那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那样 如果真有一个骑士坐下来看这个节目 大概会穷极无聊 又极度不耐烦 最后抡起战斗 把电视机给劈了 我们今天看来 可能会觉得中世纪的骑士都是毫无感性的野蛮人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 大概会被我们送去看心理医生 要他们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感受 而这正是绿叶仙宗里那个嬉皮乔夫的遭遇 他和陶乐斯及他的朋友一起走着黄砖路 希望等他们到达奥兹国之后 大巫师能给他一颗心 同样 稻草人想要的是大脑 而狮子想要的是勇气 到了旅程的终点 他们发现大巫师只是个江湖术士 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愿望 但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事 他们希望拥有一切 早已在自己的心里了 要变得敏感 聪明 勇敢 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巫师的魔法 只要继续沿着黄砖路走下去 敞开心胸 迎接任何体验 一模一样的教训也发生在 科克舰长与皮卡特舰长成了企业号 在星际航行 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 逍遥骑士的怀特和比利骑着哈雷摩托 其他无数公路电影中的无数其他角色 离开了在宾州或是新南威尔市的家乡 开着一辆旧的敞篷车 或是搭着巴士 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改变生命的体验 敞开心扉 谈着他们的感受 最后到达了九金山或是爱丽丝泉 成了一个更好 更聪明的人 战争的真相 知识等于体验成敏感性这个公式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流行文化 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某些重量级议题的看法 比如战争 史上大多数时候 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场战争究竟是否正义 他们会去问上帝 经文 王公贵族 或是牧师神父 但很少有人去问问二等兵 或一般平民的意见或感受 河马 维基尔 和沙士比亚等人笔下的战争叙事 都是以皇帝将军和英雄的行动作为重点 虽然并未隐瞒战争的苦痛 但是各种荣耀和英雄主义 却提的更多 普通士兵出场的方式 大概就像被巨人戈利亚屠杀成堆的尸体 又或是混在欢呼的人群之中 肩上举着胜利的大位 让我们以下面这幅画为例 主题是1631年9月17日的布莱登菲尔德战役 在画中 画家让雅克瓦尔特赞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带领军队在该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画中英姿勃发 颇有战神气魄 这个人的印象就是国王仿佛是下棋的棋手 指挥战场如同掌控棋局 至于那些棋子 大概就是一些没什么差别的角色 或是背景里的小点 这些人进攻逃跑被杀死亡时有何感受 瓦尔特并不在意 他们就是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 就算有些画家所画的重点已经不是指挥官 而是战场本身 仍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 更看重整体的调度 而不是其中个体的感受 举例来说吧 由彼得斯奈尔斯所会 是1620年11月的白山战役 画中描绘天主教 在30年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胜利 击败了反叛的新教异端 斯奈尔斯沙费苦心 在画中记录各种阵型 布局及部队的移动 庆贺这场胜利 官者很容易就能看出 不同的部队 各自的武器 以及在战斗蓄劫中的位置 但对于小兵的体验和感受 斯奈尔斯认为其重要性 就远远不如部队 正如让雅克瓦尔特 斯奈尔斯所用的视角 也仿佛我们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让我们觉得战争就是个巨大的棋局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 可能用得上放大镜 就会发现白山战役 要比棋局复杂一些 乍看呢 像是抽象的几何图像 乍看像是抽象的几何图像 细看才发现是血腥的屠杀场面 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 个别士兵的面容 可能是在奔跑或逃跑 开枪或是直毛刺向敌人 然而就算这些场景 也要从整体画面的定位来看 才有意义 如果看到炮弹将某个士兵炸得粉碎 我们首先会知道 这属于伟大天主教胜利的一部分 接着 如果这是个新教士兵 他的死代表的是叛乱和异端的公正报应 而如果这是个天主教士兵 他的死则是为了崇高事业的伟大牺牲 画面上方可以看到天使在战场上空盘旋 直着白色横幅 以拉丁文说明 这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如此重要 上帝帮助皇帝非经代二世 在1620年11月8日击败了敌人 几千年来 我们讲到战争 看到的是神皇帝将军以及伟大的英雄 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 国王和将军慢慢被推到一旁 注意力开始一道小兵和他们的体验上 比如西线无战士 这种战争小说 或前进高棉这种战争电影 讲的都是新兵的故事 他们对自己和世界都所知甚少 却背负了希望和假象的沉重负担 他们认为战争是光荣的 开战的理由是正义的 领军的将军是个天才 但经过几个星期真正的战火洗礼 所有的泥泥流血加上死亡的气味 让他们的幻想一一破灭 如果他们活了下来 这些原本天真的士兵离开战争后 就会成为更聪明的人 不再相信学校 电影和政客 花言巧语中的陈词烂调与理想 但矛盾的是 现在这种叙事又以魏为主流 甚至是学校电影和政客 也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 就连现代启示录 全金属外壳或黑鹰坠落 这些好莱坠大片都警告着 战争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不同 随着在胶卷散文或诗歌中得到重视 底层小兵的感受 成了战争叙事的最终权威 每个人都学会 必须对他们给予尊重 有个笑话就是这么说的 几个越战退伍老兵 才能换好一个灯泡 你不会知道 因为你当时不在那里 至于画家 笔下也不再出现 马背上将军或战术上的调度 而是努力描绘小兵的感受 请先回头看一下 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 古斯塔法道夫和白山战役 接着再看下面的两幅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描绘战争的杰作 奥托迪克斯的战争 以及托马斯里的两千码的凝视 迪克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服役于德军 李 李曾为生活杂志报道 1944年的贝利流岛战役 在瓦尔特和斯奈尔斯的眼中 战争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现象 想让我们知道某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 在迪克斯和李的眼中 战争则是一种情感现象 想让我们知道战争造成什么感受 他们并不在乎将军的指挥 有多天才 或哪场战役 有哪些战术上的细节 迪克斯所画的士兵 可能是在凡尔登 伊普尔或索姆河 但无关重要了 因为不管在何处 战争都是地狱 理所画的 刚好是贝利流岛上的一个美国大兵 就算换成硫磺岛上的日本士兵 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士兵 或敦克尔克的英国士兵 脸上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 两千马铃士 在迪克斯和李的话中 战争的意义 并不是来自战术调动 或神圣的宣告 想要了解战争 不该去仰望山顶上的将军 或天上的天使 而是应该看看二等兵的眼睛 李画出了受创士兵张大的眼睛 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一窥战争的恐怖真相 而在迪克斯的话里 真相已经如此令人难以承受 必须用防毒面具 加以部分掩饰 战场上空并没有飞翔天使 只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挂在残破的梁上 手指定定的指着一个方向 像迪克斯和李这样的艺术家 协助颠覆了看待战争的传统视角 更早的许多战争 残酷程度当然不亚于二十世纪的战争 但在那之前 这些残酷的经历都处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之中 被赋予了正面意义 战争可能如地狱 同时也是通往天堂的门户 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士兵可以安慰自己 确实我感到痛苦 但教皇和皇帝曾说 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 所以我的痛苦是有意义的 奥托·迪克斯的逻辑则相反 他认为个人体验才是一切意义的源头 因此他的想法会是 我感到苦痛 而这是坏事 所以呢 整场战争也就是坏事 如果德意志皇帝和神职人员支持这场战争 他们肯定犯了错 人文主义的分裂 到目前 我们一直把人文主义讲的 好像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世界观 但事实上呢 人文主义就像任何新生的宗教一样 不免分裂 经过传播演变 人文主义分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的派别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派别都认为 人类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 但对于人类的体验却各有权势 人文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 第一是正统派 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拥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声音 永不重复的一连串体验 每个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线 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 为这个宇宙增添色彩 深度和意义 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尽量自由自在的体验世界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 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艺术中 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该比国家利益或宗教原则更为重要 个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 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美丽 丰富 有意义 由于这种正统派强盗自由 也就称为自由人文主义 或简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 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自由主义艺术认为 观看作品的人觉得美 就是美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 顾客永远是对的 自由主义伦理认为 只要感觉对了 就该去做 自由主义教育认为 我们要为自己思考 因为从内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到20世纪 人文主义的社会公信度 及政治力量与之俱增 开始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 社会人文主义 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以及进化人文主义 当然这是以纳粹为最著名代表 这两个分支都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 也就是人类的体验 是意义和权威的本源 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 或神圣的法则经典 举例来说 如果你问马克思 让十岁小孩 在烟雾民办的工厂里 工作12小时 究竟有什么错呢 他会告诉你 这让孩子感觉不舒服 我们之所以应该避免剥削 压迫和不平等 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而是因为这使人痛苦 然而 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者 都指出 自由主义对人类体验的理解 还有不足 自由主义认为 人类的体验是个人现象 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事 彼此的欲望也有所冲突 如果所有的权威和意义 都来自个人体验 当彼此发生冲突时 又该怎么办呢 2015年7月17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碰上一名 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女 她的家人正在德国寻求庇护 但即将被驱逐出境 这位名为林姆的少女 以流利的德语对默克尔说 看到别人能享受生活 自己却不能 真的很痛苦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 默克尔回答 政治有时是很残酷的 并解释到 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 多达数十万 德国不可能全部接受 这种直言不讳的回复 让林姆大为惊恶 落下泪来 默克尔拍了拍 这位绝望女孩的背 但立场并未动摇 这件事掀起立场 公关风暴 人们指责默克尔冷血无情 为了平息批评 默克尔改变立场 让林姆及家人得到了庇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默克尔把门开得更大 赢入数十万难民 然而 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 他很快便遭受严厉抨击 说他被情感蒙蔽 立场不够坚定 许多德国父母担心 默克尔这样急剧的政治转向 可能会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降低 甚至得面对一波伊斯兰化的浪潮 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风险 帮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陌生人呢 每个人对这个事的感受都很强烈 一边是绝望的难民 一边是焦虑的德国人 面对这两种感受间的矛盾 该如何解决呢 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会因为这种矛盾而苦恼 洛克 杰弗逊 穆勒等自由主义大家苦苦思索 仍然未能为这个难题提出简便的解决方案 民主投票帮忙上忙 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投票权 是只有德国公民 还是包括数百万想移民到德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呢 为什么把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高呢 同样 讲到巴以冲突 以色列公民人数八百万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人数三点五亿 又怎么可能用公投来表决呢 出于明显的原因 以色列人对这种公投的结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 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 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 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 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是 就算最后投票结果是一百比一 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 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 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 只是仍有某些意义上代解决 因此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会与古老的集体认同 部落情感相互融合 形成现代民族主义 现代许多人都认为 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 但至少在十九世纪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 自由主义突出个人的独特体验 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感受 品位和癖好 而且只要不伤及他人 就应该拥有表达和探索的自由 同样像马之尼这样的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者 也会强调个体国家的独特之处 他们强调许多人类体验属于集体体验 比如人不能自己跳布尔卡舞 他也不可能自己发明和保存德语 通过语言舞蹈食物和饮料 每个国家就会让自己的国民 共同拥有与他国不同的体验 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敏感性 马之尼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 会致力于保护自己国家的独特体验 不受帝国压迫或被消灭 他们希望各国形成和平的国际社群 各自自由表达和探索自己国民共有的感受 而不伤害邻国 如今这仍是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 欧盟的2004年宪章就提到欧洲多元一体 各国仍然对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 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验 就算自由主义的德国人 也有可能反对大开移民掌门 当然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携手 非但无法解决所有难题 还会带来许多新难题 集体体验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价值 究竟孰高孰低 为了保存波尔卡五 德国腊肠和德语 是否就能不惜让数百万难民 面临贫困甚至死亡呢 此外 像是1933年的德国 1861年的美国 1936年的西班牙 2011年的埃及 如果国家内部对基本认同爆发冲突 又该如何呢 在这些时候 民主投票无法解决问题 因为各方没有理由尊重结果 最后 跳着自己国家的波尔卡五时 只要再跨出微小但又重要的一步 就会让你从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 与其他国家不同 走向相信自己的国家更优 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 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 尊重德国人 意大利人 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特经验 极端民族主义 就成了发动征服战争 把那些跳着不同舞蹈的人 关进集中营 未来简史 由瓦尔赫拉利作评 用学术态度探讨科幻史不空的世界 何时到处 有声书 由中信书院出品 落心国家 社会人文主义 走的路则非常不同 社会主义 责怪自由主义 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 而不顾他人的感受 没错 人类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根源 但世界上有几十亿人 每个人的价值都不比谁小 自由主义要求 人眼光向内 强调自己或本国的独特性 而社会主义 则要人别再迷恋于自己和自身的感觉 要注意他人的感受 注意自己的行动 如何影响他人的体验 想实现全球和平 方法并不是强调美国家的独特 而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起来 想达成社会和谐 方式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自恋地探索自己的内在 而是要请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愿望 把他人的需要和体验视为优先 自由主义者可能提出反驳 认为只有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 但这种论点并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 他们会解释说 个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种资产阶级单逆的罪恶 要接触自我的内在 就很可能落入资本主义的陷阱 我当下的政治观点 喜好与厌恶兴趣和抱负 都没有反映真实的自我 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长和社会环境 这都是由我的阶级 邻里和教育决定的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洗脑 富人被教导要无视穷人 而穷人则被教导要无视自己真正的兴趣 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疗 也不可能有所帮助 因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作的 事实上 自我反思很可能只是让我无法了解真正自己 因为这让人太注意个人的选择 却忽视了社会的情境 如果我现在很富有 会认为自己做了聪明的选择 如果我现在很贫穷 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如果我感到抑郁 自由主义的心理治疗师 很可能说这是我父母的错 并鼓励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标 如果我说自己之所以抑郁 很可能是因为遭到资本家剥削 并在主流社会制度下 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位治疗师很可能就会认为 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困难 投射到整个社会制度 以及把自己的母亲之间 未解决的问题 投射到资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并不需要花上好几年来谈我的母亲 情感 种种情节 而是该问问自己 是谁掌握了我国的生产工具 国家的主要进出口货物 为何 执政政客和国际积用之间有何联系 必须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 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感受 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 也只有通过共同行动 才能改变整个制度 然而 哪有人能够真正考虑 所有人的感受 真正公平的一一衡量呢 正因为如此 社会主义并不鼓励自我探索 而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集体制度 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 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 可以做个比较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对的 但社会主义政治认为政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工会永远是对的 各种权威和意义仍然来自人类的体验 因为无论政党还是工会都仍然是由人民组成 以减轻人民苦难为目的 但个人必须听从是政党和工会的决定 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感觉 对于人类体验互相冲突的问题 进化人文主义者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进化人文主义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认为冲突是福不是祸 能够促成自然选择 推动进步 毕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优越 而在人类体验有所冲突时 最适者就该胜出 根据同一个逻辑 人类努力消灭野狼 并无情剥削着寻化的羊 同时也要求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 因此聪明的商人让愚蠢的人破产 这是好事 只要遵照这种进化逻辑 人类就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 更能适应环境 最后成为超人类 进化并不是到了制人就此停止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以人权或人类平等之名 就去压制人类的最适者 就不可能产生超人类 甚至可能导致制人退化和灭绝 究竟哪些优秀的人 会预示超人的到来呢 可能是整个种族 某些特定部落 亦或是横空出世的个别天才 但不论他们是谁 他们之所以优秀 是因为具备更强的能力 能创造新的知识 更先进的科技 更繁荣的社会 或者更美丽的艺术 爱因斯坦或贝多芬的体验 绝对比某个什么都不是的罪鬼 更有价值吧 把两者视为平等 岂不可笑 同样 如果某国一向领导着人类进步 比起某些对人类进化少有贡献 甚或根本毫无贡献的国家 当然就该视为优秀的国家 于是进化人文主义的想法 反而与奥托迪克斯 这种自由主义艺术家完全相反 认为人类的战争经验 不但极有价值 而且十分必要 电影《第三人》的场景 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伯也纳 剧中的哈利利姆 想着当时的冲突 说道 到头来 情况也不是那么糟嘛 意大利被波基亚家族统治了三十年 战乱 谋杀 流血事件频发 仍然出现了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 以及文艺复兴 而在瑞士 大家一片友好 情同手足 五百年来 民主又和平 但他们有什么成就 还不就是不顾鸟钟 首先 利姆在事实方面几乎全错了 瑞士大概是 现代早期欧洲最血腥的一个角落 主要的出口商品 就是雇佣兵 而不顾鸟钟 其实是德国人发明 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 远不及他的想法本身 也就是战争经验 能够推动人类的所有成就 战争是让自然选择全然脱疆 消灭弱者 奖励残暴及野心 战争揭示出生命的真相 唤醒获得权力 荣耀和征服的意志 尼采的结论是 战争是生命的学校 那些杀不死我的 会使我更强大 英军的亨利琼斯中尉 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21岁的琼斯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西线阵亡的三天前 给弟弟寄立一封信 描述他的战争经历 你有没有想过 虽然战争这么恐怖 至少还算是件大事 我是在说 在战争里人得面对现实 和平的时候 全世界大概有九成的人 过的大概都是邪恶 而商业化的生活 愚蠢 自私 豪奢 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到了战时 一切都变得野蛮 但至少更诚实 也更直接 换个角度来看吧 和平的时候 每个人过的 只是自己的小日子 做些琐碎小事 担心自己是不是舒服 钱够不够用 这种事 一切只是为自己活着 这种生活也太恶心了吧 但在战时 就算你确实被杀了 其实人本来就只能多活几年 难免一死 但是却能够确切知道 自己的死 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事实上 你完成了一个理想 在我看来 这在日常生活里 很少能够做到 因为日常生活的基础 是商业化和自私 如果你也想有的成就 就不可能袖手旁观 就我个人而言 常常很高兴 自己碰上战争 这让我意识到 生命真是一件小事 我认为战争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跳出自己 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确实 我敢说自己一辈子 从没这么激动和兴奋过 简直就像看着一场 大型特技秀要开场 就像去年四月那样 我在过去大约半小时里 感觉到兴奋 实在不是这个世上 任何事物能比的 记者马克伯登的畅销著作 《黑鹰坠落》里 也有类似的话 将美国士兵 萧恩尼尔森的战斗体验 很难描述他的感觉 就像忽然领悟 接近死亡 反而让他感到 前所未有的活着 过去在生命里 他也曾经有过 那么几秒的时间 感觉死亡擦身而过 就像曾有辆狂飙的车 忽然急转弯 差那么一点 就要把他撞个正着 而在那一天 他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 死亡就在他面前呼吸 一刻 一刻 又一刻 时间有三小时以上 战斗就是一种 心理和身体意识 全开的状态 在街上的那些时候 他不是萧恩尼尔森 他没有与什么 更大的世界相连 没有账单要付 没有情感连接 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一个人 要从这一那秒 活到下一那秒 从这口气活到下一口气 清楚知道 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那秒 最后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一样了 希特勒 也是被自己在战争体验改变 并受到启发 在我的奋斗里 他谈到自己在所在部队 到达前线不久 士兵刚开始的热情 变成恐惧 这就像每个士兵 都得打一场无情的内心战争 绷紧每条神经 才不会被击倒 希特勒说 他在1915到1916年的冬天 赢得了这场内心战争 他写道 终于我的意志 成了无可争议的主人 现在感到平静而坚定 而且这种感觉持久不衰 现在就算命运带来 终极的种种考验 也无法击溃我的精神 或打破我的理性 战争的体验向希特勒 揭示了世界的真相 这是一个丛林 遵守着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 人要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理 就无法生存 想要成功 不仅需要了解丛林法则 还要开心的拥抱丛林法则 该强调的是 就像反战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样 希特勒也认为 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圣 事实上 讲到二十世纪 将普通人的个人体验 冠上巨大权威 希特勒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 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 希特勒并非高级军官 最高应该只升到下士 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 没有专业技能 也没有政治背景 他不是成功的商人 或工会成员 没有位居高位的亲友 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 一开始 他甚至都不是德国公民 只是一个一文不明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国选民 恳求信任时 只说得出一项 对他有利的论点 他在战壕里学到的 是在任何大学 企业总部或政府部门 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人们跟随他 投票支持他 是因为认同他的想法 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个丛林 杀不死我们的 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自由主义与温和的民族主义结合 希望保护每个人类社群的独特体验 像希特勒这种进化人们主义 则认为只有特定国家 是人类进步的引擎 认定这些国家必须教训 甚至消灭任何阻碍他们的人 还是要提醒一下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只是进化人们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 就像劳改营 并不会让我们全盘否定 社会主义理念和论点 纳粹主义虽然造成许多恐怖 也不该妨碍我们找出 其中可能有价值的见解 纳粹主义的诞生 是将进化人们主义 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 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 但并非所有进化人们主义者 都是种族主义者 也不是只要相信 人类有进化的潜力 就得建立警察国家和集中营 现在 奥斯维新集中营的意义 应该像一个血红的警告标志 而不像一块直接掩埋 人类地平线的黑幕 对于塑造现代文化 进化人们主义 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 而到了21世纪 其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 为了确保了解这三种人文主义 分支的差异 请让我们比较几种人类体验 体验一 音乐学院的教授 坐在维尔纳格剧院 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命运的开场 声音一波波撞击着他的骨膜 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 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 他心跳加速 呼吸急速 脖子起了鸡皮疙瘩 背脊如有电流通过 砰砰砰砰 体验二 时间是1965年 一辆福特野马厂木跑车 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 油门全开 从旧金山驶向洛杉矶 年轻强热的驾驶员 把摇滚乐手的查克贝里的音量 调到最大 Go Go Johnny Go Go 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骨膜 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 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 他心跳加速 呼吸急速 脖子起了鸡皮疙瘩 背脊如有电流通过 Go Go Johnny Go Go 体验三 在刚果雨林深处 站着一个矮人族的猎人 他听到了附近村落传来一群 女孩合唱着成年曲 Yeah Oh Yeah Oh Oh N 声音一波波撞击着他的骨膜 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 身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 他心跳加剧 呼吸急速 脖子起了鸡皮疙瘩 背脊如有电流通过 Yeah Oh Oh Yeah Oh Yeah 体验四 一个满月的夜晚 在加拿大洛西山脉某处 一匹狼站在小山顶 听着发情的母狼嚎叫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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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一波波撞击着他的骨膜 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 腎上腺让他血液充满肾上腺素 他心跳加速 呼吸急速 脖子起得鸡皮疙瘩 背脊如有电流通过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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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种体验里 哪种最有价值呢 自由主义者大概会说 不管是音乐学院的教授 年轻驾驶员 刚果语林猎人 每个人的经验价值都相同 值得同样珍惜 每个人类的体验 都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 用新的意义 使世界更丰富 有人喜欢古典乐 有人喜欢摇滚乐 还有人喜欢非洲传统歌谣 学音乐的学生 应该尽可能什么音乐都接触 最后再到ATOM商店 输入信用卡号 买下自己喜欢的音乐 听起来美的 那就是美 而且顾客永远是对的 再说那匹狼吧 他不是人类 他的体验价值也就远低于人 正因此狼命的价值远不及人民 杀一匹狼来救一个人 再合理不过 毕竟狼又不懂美 当然也不会有信用卡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呢 也体现在航海家太空探测器携带的黄金唱片上 1977年 美国人向外层空间发射了航海家一号太空探测器 这艘探测器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 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 在航海家一号上面 除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设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放了一张黄金唱片 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来查看的外星人介绍地球 这张唱片上记录着 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种科学及文化信息 一些图像和声音 世界各地的几十首音乐 作为地球世俗艺术成就的样本 音乐样本不按排序收集的许多精品乐曲 包括贝多芬的第五最长曲命运的第一乐章 当代流行乐 包括查克贝里的Johnny the Good 世界各地传统音乐 包括刚果矮人组女孩唱的成年曲 虽然唱片里也有犬类的嚎叫声 但并未归类于音乐样本 而是降级到另一个部分 与风声雨声浪声放在一起 因此我们传给半人马星座 阿尔法星那些可能的听众的信息是 贝多芬查克贝里矮人族仪式歌曲 有同样的价值 但狼嚎声的价值则完全处于另一个等级 社会主义的看法大概有一点 也和自由主义相同 就是认为狼的体验并没有价值 但讲到另外三种体验 社会主义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 社会主义者会认为 音乐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 个别倾听者的经验 而在于对他人及社会整体的影响 毛泽东就曾说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 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 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 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 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 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 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 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的摇滚乐会认为 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 灵感来自蓝调 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 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 被迫服务消费主义 美帝国主义 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 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 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 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 他原本的歌词是 一个名为约翰尼·毕古德的有色男孩 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毕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 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 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 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 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 则又只是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 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 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约翰尼·毕古德 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呢 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 摇滚乐演出场所 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呢 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一些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 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 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 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 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 进化人文主义 确实开开开心心的跳进来 把所有地雷都引爆 享受这场混乱 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 可能就是指出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线条 把自己和其他动物给隔开 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要优越 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 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 正如人比狼优越 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要先进 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 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 太极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就像是比我五岁侄女 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 贝多芬朴出的音乐 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羽林的矮人族 看吧 我们就是敢说 净化人文主义认为 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 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 要么是个懦夫 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 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 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 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 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回到石器时代 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 拉斯科洞穴或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 并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 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一开始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 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 似乎是一件无聊的事 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 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差异 相较之下 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 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 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 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呢 还是有某些比较优越呢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 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 骤然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 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 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 随心而行 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 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 蒙昧主义的宗教 以及残酷无形的帝国 要彻底摆脱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 然而每过十年就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1914年6月 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 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 在连绵的战火下 自由主义者已经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 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加工 在社会主义看来 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书叶 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 高举着自由的大旗 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 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利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 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 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 还谈什么居住自由 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 又有什么学习自由 如果连车都买不起 那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就说 在自由主义之下 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 而更糟的是 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 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 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 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 使大众走向贫困 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圈 已经步履攀缠 但进化人们主义又从右边袭来 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眼中 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 造成人类退化 他们提出警告 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 生育机会相同 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 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 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 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 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 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凶残的信仰之战 自由主义节节败退 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 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 甚至可能非常危险 只要让每个人都有自由 世界就能和平繁荣吗 瞧瞧这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从事后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 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 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 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 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 就连法西斯意大利 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 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 自由主义同盟国 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 1940年 德国GDP为3.87亿美元 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 为6.3亿美元 这是英、法、河比等国 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 但在1940年春天 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了法国 低地国家 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挪威和丹美 让同盟国埃利记决定性重击 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 才免遭同样的命运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 才终于打败德国 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 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 在这场战争中 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 相较之下 英美各是50万 能够打败大罪主义 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 而至少在短期看来 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 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 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 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 到1949年 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 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 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 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 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 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 划上等号 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 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 而非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 1956年 赫鲁晓夫自信满满的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 不论你们喜欢不喜欢 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 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 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 持同样的看法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 成为辱骂对象 激进左派运动 致力破坏自由秩序 让北美和西欧社会动荡不断加剧 剑桥大学 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 而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弃城 这些学生呢 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 也会把切嘎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未来简史 由瓦尔赫拉利作评 用学术态度探讨科幻小说中的世界 何时到处 有声书 由中信书院出口 落实